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意义上来说 我的童年、我的故乡 它现在就是 我就是成在 我对世界看法、认知的 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我可能不但写了人间信 我还会写 至少还会写一部 因为我已经在写一部 我先三部曲 人间信中 讲述了富春江边 双家村的一个家庭里 浪荡混蛋的父亲 令全家蒙羞 在危机四伏的年代 所有人都被牵连进一连串的灾祸 与噩梦中 几乎活不下去 四代人 半个世纪 爱与恨的循环往复 故事里 没有英雄 没有传奇 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 在尘世如沉中 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却充满震慑人心的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苦 这种苦我们跟他分担很多作为子女 但我们是不甘心的 我们年幼无知的时候 我总希望父亲能够保护你 是吧 给你提供光明的未来 但他早早接待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未来 就是一直是心怀不满 甚至是恨意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让我内心造成了一些伤害 就是我从12岁我就开始写日记 在日记本以前倾诉自己的 好像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满 然后种种苦 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和家庭 要用日记本来帮助你渡过这些难关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写作也是一种天命 因为长年的多年的写作 他写日记 他培养你对文字的感情 所以我说11年我之所以持续是退稿 依然不退缩 就是跟我多年写日记 但是养成了对文字的性爱感 依赖感是有关系的 就是这种东西 我建议的权子 肯定要印象 西方的写菜 都有关系 就不注意 我建议那种东西 我建议的权子 它是在我之间 有一个人的权子 我建议的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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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有一天心里的疙瘩被解开了 当你去写的时候 那真是一个文学的富况 我觉得毫无疑问 《人间新人生海海》这些书 是对以前解密案上丰盛的一次转型 同时也是一种超越 我甚至觉得 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出来 其实不凡有人跟我说 《人间新人生海海》是更好 因为《人生海海》确实有一个年轻人也可以看 年老人也可以看 而且它有传奇性 有传奇性 对 它有强情结 对 强情结 《人间新人生海海》是一种散文化的写片 对 这样对读者的文学经验有一定的要求 《人间新海海》任何人都可以看 我碰到太多的大学生 甚至高中生 都说准备随便看看 一下子就是看进去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一般都是咬着当天去看完 要么就是第二天上班还是偷偷看 就它有一种一立火车一样的 你就是呼啸而来 把你呼啸带走的那种能力 但《人间新》不是这样 《人间新》是一个 我在写的时候 我有一把故事剪碎 特意地去剪弱这个故事性吗 对 如果说《人间新海海》讲的是一个天下人的故事 讲的是天下事 《人间新》讲的是我内心的事情 喊出来的一本内心呼喊出来 其实我特别希望就是 读者能够在看人间信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咀嚼的一种态度 不只咀嚼我的人生 是咀嚼你自己的内心 是咀嚼自己的人生 有很多作家的设的一些机关在里面 或者说我对文学的很多诉求 我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在里面 我希望你能够慢慢地去阅读